画廊明年已经是大陆第30周年了 对我自己的公司来说 我都未可以想象到自己30周年会是怎样 但是我看回一些资料 其实贵小姐你在开画廊之前 其实你已经位居权重了 在一个银行里面 收入也都非常之 以我知道我们文化界的大家的收入来说 我真的不是怎么想得到 为什么你会这样转行的 我自小我父母都很喜欢文化 小时候我记得我六岁开始 基本每天都要找老师来教我 写中国的中国字 我想他本身就是一个 除了一个山人之外 他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很执着的 他觉得希望子女就不要忘记自己祖宗的文化 所以我想另外他又喜欢收藏字画 我妈妈又喜欢去摩托廟街去收一些古董 所以我想在这个环境之下 我想我对于一个收藏 对于一个历史文化 特别着迷 我的年代如果你和父母说 我要去读所谓艺术 哲学历史 他第一个就说 你是否喜欢教书 其实我最不喜欢教书 我觉得我的性格是 可以坐在一间学校 就是对着学生 每天回到一个同样的环境 我想我读书不是叫聪明的 因为我是很偏重于 如果我很喜欢的东西 我就会做得很好 我想我也属于一些反叛 太有个性 当时我们家里有很多的子女 所以其实大部分 都不会让女儿去读大学 我很幸福 就是我父母很先进 很开通 她觉得女儿已经不同 以前妈妈那一辈 只是在家里 就相夫教子 是应该独立的 所以我是有了一个机会 可以去外国读书 当时是 我想我不知道我读什么 我想很多时候 那一年代是为了一个现实 希望读完书 可以找到东西做 可以移民 定居 所以我就取了一个会计 和一个经济 因为当时我想这两科 是容易找东西做的 应该也 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想跟香港 很多所谓中国人的家庭一样 一定会教子女 麻烦你先找到食物 然后你再追求理想 我自己真的很怀念我父母 我父母经常跟我说一句 他说做你就不跟你妈妈 你要给自己一个选择 如果你叻的话 那你就可以人生 可以走左还是走右 但如果你书又读不了 自己没有办法有个本事的话 那你的人生 就在别人的手里面 我想是这句说话 令到我自己是很发奋 好强 但为什么你入行呢 是的 我就想问了 十年的工作 我去很坦白 我会觉得 其实我是有些积蓄 比如说有层屋住 我觉得那个自由就在那里来了 我自己都想这个问题 可虚可从 我会觉得 我想追求我自己最喜欢做的东西 开银行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我自己是否开画廊 因为我还没在画廊做过 我也不在这行读这班 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否适合 我反而是一句佛计 就是看佛书 他说了一句 你每天都这么负重 那么重的话 你怎样可以重新开始呢 那我真的觉得 如果我每天都上班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 再去找我自己的第二条路 所以我辞职之后 有一年是没有工作 在家里 看一看儿子的歌 然后就想一下 我到底是何去何从 那一年我真的 看了很多书 又去旅游 你怎样去开始一个画廊 还有当时你 是差不多接近30年 现在数是29年前 其实香港的画廊 还要是做当代艺术的画廊 或者现代的当代艺术 真是寥寥可数的 不是一个很长的工作 反而你差不多是其中一位 不好意思说 就是叫开荒牛 是吧 那怎样你会选择开荒牛的工作做 其实我想 Harrietta 我又没有想得 因为正正 其实我有点点 是属于追求自己的理想 第二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生意 我都在一个大企业里面 做一个螺丝 所以你问我 我创业这件事 其实就有点点 好像邓小平说 我住的石头过河 我没有任何想法 我只是觉得 我很想做这件事 因为我当时 其实在银行就职那十年 我除了在上班开会 其实放了所有工假期 我都是去画廊 去美术馆去看的 我也认识很多画廊主人 我当时很羡慕就是什么 有自己的空间 一两个伙计 但是你可以真真正正 你做的事是你喜欢的 所以我没有去想 我没有去想 好像一盘生意 我是不是应该 会赚多少钱 我去看我是不是开到多少年 我想我在 如果纯生意来说 我觉得我很差劲 我是一个叫做冲动 你觉得我要走这条路 拿着自己的一些积蓄 我先生也给了我一些支持 就说做就做 如果你真的问我 头三人是虚本的 所以我另一个问题就想 虽然你开了个Gallery 但其实香港那时候 几乎是沙漠 什么艺术你都可以做 和你都很渐渐 为什么你对于中国多代艺术 以及中国艺术 会有兴趣 而且你是如何去开始的 如果我刚开画囊的头五年 反而是做法国艺术 德国艺术家 其實當時香港數不到十間正式的畫廊 但大部分已經是在做水蜜 或者是20世紀當代 所以我反而一入行就不敢做中國 我覺得他們做得非常好 我又覺得自己很新 我唯一懂一件事 不如我走一條偏風路 去做一些藝術是他們沒有人做的 我變成競爭物少一些 就是當時的想法 但是做了五年我發覺也很難推 因為如果我講的笑話給你聽 Hariata當時叫人買油畫 很多人會問你中國人油畫是什麼 因為他們中國的藏家是對瓷器 尤其是香港對瓷器、對水蜜 特別有興趣 特別有興趣 有專家 認識 也有多專家 你說你做法國畫 我想裏面的歷史各方面 在當時來說 不像今天 是很多年輕一代都很熟悉 所以五年後 不如說轉類點在哪裡 是1996年 威尼斯雙年 我年年都去的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我去到就看到 法國的Pavilion 就是推薦一些中國藝術 方力軍、楊紹斌、樂文軍 對我來說 這些中國藝術是誰來的 為什麼我都不認識 其實我就是從這個展覽開始 認識了他們 大家都知道我土生土長 以及我讀書都在西方 我想我是可以這麼說 我的中國文化水平 真的在那時候來說 就是一般而已 但是我覺得 為什麼這一班中國藝術家 會在國際上 會被人注意呢 其實我想是基於一個好奇 也要感謝他們去到北京 找到方力軍 由他開始就一直介紹 介紹一些藝術家給你 你知道那些藝術家 在中國藝術的年代 是非常之開心的 每晚都聚在一起 雖然吃東西很便宜 喝很便宜的酒 但是我很享受是什麼呢 其實是聽他們說話 說中國歷史 因為他講到畫畫的inspiration 其實大部分是要講回 比如說文革、六四 你對於我這個土生土長 我簡直是 好像聽天方夜譚的話 其實我在他們的身上發覺 其實很多都讀書很厲害 看很多書 他們其實說話的文化水平 不單止是說中國歷史 是說哲學 說很多 譬如我看到中央美院 有些畢業的當代藝術家 我非常之佩服 但是從那個時候 你都開始給他們機會 我聽那些藝術家說 你很支持他們 你又買他們的東西 然後也是很早期 已經開始在香港 去幫他們做展覽 你怎樣去令到 你的床家會有興趣去收藏呢 如果他們本身是收開水脈 收開瓷器 其實跟現代中國藝術家 是有一個很大的階段 那裏也是一個竅門 所以我人生就不要太多了 其實當時是因為你問 為何開始收藏呢 第一是因為他們很窮 你看到他們的平時起居飲食 而且當時聽他們說 其實可以買畫的幾乎是外領的職員 在北京住的才會買的 大部份都是外國人 中國人是完全不懂得看這些東西 亦都沒有興趣 我覺得其實見他們一群這麼有理想 又聚在一起 而且每天都在創作 其實很感動 所以是因為這個感動 我想我因為是女士 還有自己也有 都很喜歡搞活 覺得下一代 看到一些年輕感 我就真的出錢去買 其實我希望他們可以繼續走這條路下去 其實我不屬於畫廊 真的做中國當代 我想我不如不說 我反而就買了很多 就是一路 收藏價 要收藏為主的一個畫廊 因為我回來香港推 我很坦白 我真的推不動 甚至很多作品 就留在自己的倉上 是給自己欣賞的 是 因為你介紹一下時 幾乎都是外國人會願意買 但幾乎本地下 就一個都不喜歡 總之袋裡有錢的 見到好的 那我又去買 因為我覺得 其實它需要的不是展覽 你要幫一個藝術 我覺得兩方面 一就是推廣他的藝術 做展覽 但另外一件事 如果他飯都沒得吃 我覺得他怎樣可以維持 所以那時 譬如他們有時候出去做展覽 找費問題 他跟我說 我不是一個大藏家 但我想以我的能力 我就會盡量幫 就是說 基本上你都是一路 交個心出來跟他們做朋友 然後一路跟著社會的大勢 加上你的能力 就一路有參與推廣 我們現在香港 大家身處都是一個 真是史無前例 就是我可以說在我的 即使我 在我的事業 兩個事業 銀行加上做藝術 在這一方面的工作 兩個事業加上的 我都是第一次見到 今時今日香港這麼嚴峻的 因為我們都沒見過 SARS都見過一點點 但都今次這個pandemic的效果 都是前所未見 所以我就想問一下 請教一下你 關於你經過了29年的情況 其實你 譬如你一定有碰過一些 其他一些困難的 或者挑戰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第一個碰到的困難是甚麼時候 是不是金融風暴呢 應該是97 97 因為我想在未回歸之前 樓價就不停升 我就開業 譬如說97之前 其實都算是挺好生意的 除了頭三年之後 就是有少許虧 但之後一直都是賺的 因為我想情緒 我想香港大家都明白 股票賬 樓升的話 賺錢易的話 我覺得其實買藝術品 都是一個消遣的 就是消閒的 變得多而善 我想大家就想追求文化上 所以97之前 我可以這麼說 是容易做生意的 但是97樓價一跌 如果你看回歷史 其實我們經常這麼說 香港樓價是很少跌的 那一次真的跌 大跌 而且不是跌少許 是一路由97 一路跌到沙士前 幾乎 我想所有人都知道 當時有樓的樓價 就真的很傷心 負資產的第一次 第二是怎樣呢 因為回歸之後 香港的成本貴 很多我的客戶初時 很多是做廠的 他們開始搬廠去大陸 其實在香港的時間越來越少 因為要開發新的業務 可以這麼說 在1999年 就是我第一次面對困難 幾乎真的零售生意跌得很厲害 那你怎樣走出這個困局呢 我在這裡首先要感謝設計師 叫John Chan 另外一個就是Steve Leung 因為當時我是做畫廊 我是不懂做什麼叫做art project 怎樣做consultant 剛剛就在畫廊他們來 買些東西看一下 認識了之後 因為他們開始 譬如John是很有名的 是做酒店 他剛剛截了Sheraton Hotel 即是尖沙咀那間 是做了一個全翻身 而且酒店方就說 希望真的好好地找個art consultant 可以幫他們去sourcing好的作品 令到所謂的形象 整間酒店提升 我多謝就是我截到這個作品 所以其實很有趣 由一個零售 純粹只是懂藝術家的歷史 懂得看畫 但是去到art consultant 我覺得你要學什麼呢 看圖紙 那個藝術品和空間的關係 藝術品和整個設計的關係 lighting都很重要 我聽你說的 說笑 在Sheraton的時候 有些很高的作品 怎樣掛你都要想很久 因為那時候真的 經驗沒有現在那麼豐富 我的朋友都知道我 桂小姐 對那些實際的尺寸 engineer是最差的 例如我先生整個畫 3D效果 他說如果要掛 如果你問你那時候 10米等於什麼呢 我也會說不出 所以那時候笑話 他說你還要看這麼多圖紙 去講比例 其實對我來說是很困難 人是很奇怪的 如果你真的問我 其實我是很不願意去折那個job 因為我會覺得我什麼都不懂 就是又要重新學看圖紙 又要去現場 所以做一個project 其實要這麼多方面的才能 我自己當時都是欺負的 但是人生就是這樣 你有困難事 你只有一件事 你一走硬著頭皮 衝出去 而且我也覺得很奇怪 其實你一路走 你初時想是困難 但每一做一件事 一走一步 其實是一個學習 我又有機會給你一些資料 我看你做藝術的藝術研究員 都做得很廣 包括你cover的國家 不是尖沙咀那麼簡單 我看到有些project在蘇聯 蘇聯 但是在說20年前的蘇聯 你那時候跟我說 你都不是好像現在 那麼多同事幫忙 你怎樣可以克服自己 那種 我想都會害怕的吧 恐懼 或者你不害怕 我就坐飛機去了 我想這個又跟我的性格有關 其實我是挺喜歡上身的 第二 我可能不是把利益 就是最後的結果 看得很重的一個人 我不知道是我的信仰 或者是我的性格 我反而很多時候 當有新的工作 我特別覺得有挑戰感 而且很好玩 所以其實一路做的時候 我的腦袋裡面 都沒有去想 我只是覺得 這件事難做 我搞定它 而且我也很感謝 例如你說剛才Ris Calton Ris Calton 在莫斯科 我們做到德國 那些酒店 其實真的覺得很刺激 有時候會覺得 為什麼我一個香港 這麼小的公司 我是給一些國際設計師 他們看中了我們做的項目 來跟我們合作 所以其實在國際歐洲市場 我們截了不少的五六星酒店 但我覺得對我來說 其實是邊做邊學習 因為你記住 你要去看莫斯科做德國 其實你是有機會去旅行 甚至你會對德國的餐廳 你有機會 因為有人給你錢 就是因為你做一個項目 你是Pay to do the job 所以我多了很多出差費 我就可以趁機去學 什麼叫德國表現主義 其實一路來 你不只是做那個項目 而是你接觸的人 是很International 而且你學的東西很多 你做得很順的之際 我們香港全部人 又經歷了一朝沙士 你當時是 可能由第一個挑戰 開始出來了 可以做得很好 亦都在面對你的 很多興奮的項目 沙士一來 你們公司又面對了什麼情況 我覺得沙士比現在的疫症 更加嚴峻一點 當時是死亡很快 就是死亡 很害怕 我很害怕 我很記得 足足差不多 八個月到九個月 是沒有人來的 亦都不敢去聯絡外面 因為其實在國際來說 更加很害怕你 到底你不知道 你好像一個疫城 這段時間 其實真的每個月交租 空租 真是是唇舌 你也是堅持著 堅持著 照付租 照堅持著 那九個月 其實對於一個正常人來說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再下去倒閉 我想那次是真的 令到我覺得 可能我這個小事業 都要來個終結 是有想的 但是我自己又是一個性格 就覺得 再試一下 再去堅持 但是幸好什麼 沙士後期 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停得很快 突然之間 大家都找不到 為什麼 六月好像突然有測試 好像消逝了 好了 但是一回去 一過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想想很多新的 如何再令公司更加具有 即所謂多些新的藝人 而且我們開始亦都做版話 所以有時候你問我 剛才你說的對 有危就必有機 我的顧問做那些酒店 或者是跟銀行去做advisory 其實就因為是97 第二個 就是因為沙士 我們就有跪譜員 就一路 就做這個版話的出版 因為跟中國當代藝術家關係好 他們很支持 就變了給我們 去出版那些有限的版話 非常之好 然後你繼續做展覽 我們數回頭 現在到今時今日 你做了超過100個展覽 但是你在展覽方面的經驗 這麼豐富 我們都明白了 拆展也都是大家供應 但是我有一天 就在2010年那時候 差不多10年前 我就在我朋友 探朋友 在我朋友家裡 聊聊聊天 突然間在咖啡桌上 看到一本很漂亮的書 就有個很漂亮的覆蓋 他說是呀 匯豐送給我的 你看一下吧 揭一下吧 一開 你看到 咦 是你們貴峰 美術出版社的書籍 裡面是說的 是一本趙無極的書 我看回這些資料 其實那個book launch 你看回這裡 是在2010年的3月19日的時候 你在這個畫廊 同一個地方 就做趙無極的book launch 而看這本書 跟我們平時看一般畫廊做的catalog 那個份量 以及裡面給到我的資料 是很不同的 我裡面看到很多文獻 很重要的研究成果在裡面 我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會有興趣做這件事呢 我承認我是一個很data base的人 很喜歡做research 因為我自己不是在讀這一篇出來的 所以我想在這29年裡面 我相信我是要比一般 不是叫做熱界的人要勤力一點的 所以我喜歡看書 因為很多時候我也有些問題 我就買書看 所以其實要了解一個藝術家 了解一個年代 或者了解一個動作 我覺得最好 首先是買書看的 我不知道Harrietta是2004入行 你記不記得2004的 我們開始拍賣行很蓬佩 Crissey、Soloby 而中國當代的拍賣 已經上升到3千、5千萬 沒錯 其實在2004、2005 我們是開心的 因為生意很容易做 但到了2006 困境是什麼呢 藝術家 你去找他 動一動就500萬 一千萬一張 我相信你都明白 我們這些香港的畫廊 如果我拿500萬一張回來 我根本都未必有 你問我們做文化界 其實生意一直都很平穩 也不是像金融這樣一個炒作 所以當時 從2004一直到2007 我想我完全都看不明白 我也都不明白 我只知道為何這麼瘋狂 就是因為中國很多西方國際 突然之間覺得 中國以前很神秘的 開了門 看到這些這麼特別的作品 很興奮 再加上他們的影響 受的inspiration 大部分是西方的movement 所以西方人是看得明白的 也加上中國的經濟好 所以一下子的價錢上 但當時 2006也是我另一個迷惘期 因為本來走開 跟中國當代藝術家做得好 但真的價錢是沒有辦法 但你又認識到趙無極老師 剛才我說 我最早是做法國藝術的一家子 是 所以其實一早就知道 華人的藝術家 在法國 有兩個很有名的 一個趙無極 一個朱德群 當然也有常慾 但這些對我來說 是大師和不大師的 當我剛開森馬郎的時候 我沒有可能去代理他們 是 再加上 我開森馬郎的時候 他都年紀大了 但是一直在法國 很熟悉很多的評論 他們都會說他的故事 他對我來說 永遠是一個 不是很熟悉的 英雄人物 那邊二十世紀 有趙無極 其實很平穩 十年都沒有起過價 我當時會想 這是大師 為甚麼好像是亞洲不認識他 為甚麼不是太過 即是不會說 很多人會去買 我想是因為 價錢的差別 再加上那一年 又是一個迷失 所以我就放了 差不多半年時間 花很多時間在法國 我也開始看 朱德群趙無極 所謂華人畫家 當時為甚麼會去到法國 為甚麼會發覺 在銀銀潭會承認他們 而尤其招無極 為甚麼會這麼紅 我是機緣口認識他之後 我想不到趙先生 是這麼平易的人 是歡迎我去家 結交了 有空會胡笑聊天 吃飯 我問他 你還有甚麼心願 你這麼成功 他說他就告訴我 因為八九年 法國出版社出了一本二十年的回顧 雖然他有二百多本畫冊 但他從來沒有一本 是可以去review 他七十多年的所謂藝術發展 和藝術生涯 他說他這個真的很想 希望如果在新的時候 可以出到一本這樣的書 另外他也希望有中文版 因為現在很多畫冊 以前是日本做 瑞士做 法國做 有意大利做 都是英文來語 其實中文是一本 在北京美術館做的 只有六十張畫 在一個展覽裏 一個叫做Exhibition Catalog 所以我可以 我知道了 看完他的畫冊 我就真的知道 他作為一個華人的藝術家 他當然希望他自己的作品 可以給年青的後一代 看到他怎樣去創作 和他的發展 因為一句話 我就真的可以說 不知天高地下 有一個很大的機會 我說我和你做 其實我們平時好像你說 你會做畫冊的Catalog 簡單點一個展覽 多謝他們 他太太 他的工作室的文獻夫 有一個助手 他們真的好像 當了我這個 是很認真 我們就用了三年時間 我想我都住在他那裡 整個十二次 一起去談 去編 很難得 編了一本74年的回顧畫冊 當時我出版社 其實我沒有出版法行 我想Catalog 你也明白 我們做的Catalog 是讓藝術家自己賣幾本 沒錯 可能整個倉都堆了很多畫冊 送給一些collectors 就是這樣 所以 但是很多時候 就是 因為我沒有一個真真正正的出版渠道 我就這樣想 不要緊 他喜歡我先做 其實我們先做法文版 翻譯去英文 中文 當時我的心願 就覺得法文就不關我的事了 我就會出中英 他們就介紹了我認識 就是法國叫做Famirian 的一個最大出版社 以前跟他出過 我去找他談 我說你有沒有興趣一起合作 他說沒有 因為這個 是要花很多時間 很多精力 去做editorial 我以為他會說有 沒有 沒有 第二 他說銷售英藝術書 不要賣 他說我們不覺得是時候 沒有人支持 我就真的去做 我想是做給我自己 因為我很想了解他的一生 我也是做來當一個禮物給他的 只有這兩個目的 2008年又金門風暴 當時我們的書 是用最好的法國設計師去做 但是成本就貴很多 但是就是一路做 做到完 他太太還會說 哎呀金門風暴書很難買 你會不會將七十四這麼厚的 裁一半 變成了你的印刷 各方面成本會便宜些 我還說 沒有可能 我都花了這麼多時間 而且還有一件事 這個我是當自己讀了PhD 是我的論文 絕對 所以我說不需要再考慮金錢 但是我說人生往往 就是當你越不去想的話 你就會成功了 其實出了之後 我又再去找Permurian 我說我出了 我寫了 我做了一個登椅給他 他一撻 他真的嚇到 他說 你一個人 你真的做了出來 我們聽聞很多人都想做 但是每個人都打退堂股 他說你做了 所以其實後期又謝謝他 他們出法文 而且他肯推英文和法文 即是他等你出了一個稿出來 他就幫你去做 不是我做完了 整個版本 是根本是等於印的 但我找你為什麼 我說其實我是由法文回來的 大部分資料 為什麼我現在中英 我可以在亞洲推 但是為什麼 趙先生是需要有一本法文 我問他還有沒有機會可以 譬如你可不可以 launch的法文 即中英的成本反映 我的錢已經投了進去 去做那個Editorial Design Key我又付了 其實最後 只不過是做多一個法文版 是一模一樣的Design 其實是印刷而已 所以他一看了之後 反而幫我訂了很多 中文和法文 就是法行 所以那個法行 其實是燒到到今天 我知道已經去到 一萬幾兩萬 我們都知道 Artist 也是 跟大家一樣 當然是為了自己的career 去作出很多選擇 我們都很明白 會跳不同畫廊 去不同國家 去尋找不同的機會 但是我們看到 季風軒 你本身裏面的藝術家 有很多都和你合作了很久 還有就是剛才聽到一個 就是你最初很早年的時候 認識他們做朋友 作為朋友 真心去支持他們的生活 跟著你自己一路是看到 你無論是有什麼經歷 你都會向勇往直前 也都會去再深化你自己的能力 跟著去到趙毛季老師 這本書出版了一個很明顯的成就 但是除此以外 你其實是怎樣去令到那些藝術家 那麼親愛 還有你怎樣去選擇這些藝術家 因為我也知道你有好幾位藝術家 但是好像最近一點 我們常常留意到你們畫廊 就是李華一老師 他也是一個很難得 也很成功的藝術家 他又不是在香港 又是另一個例子 你去跟他合作 其實你是怎樣去摸這條路 因為我們這些提示 對於我們後輩 很多想做畫廊 或者現在經營畫廊的人 都很有用 最早因為我喜歡繪畫 喜歡歷史 就進入這一行 但是後來發覺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藝術家的創作 其實背後是一個文化理念 這個行業幾乎 進入一百萬個可以生存 而又可以維持到 我想都不知道有沒有1% 因為實在很難 尤其是在華人的世界 我想收藏當代藝術 還不是說好像西方那麼普遍 如果可以在這行維持到 即仍然繼續有10年15年 只有一樣東西 其實1%他真的很喜歡 他不願意轉行 他就像我這樣 入了這一行 就算了 一輩子如果是經濟差一點的 他都願意 我覺得那個愛 他對自己的career的愛很重要 第二我覺得 其實做藝術家 等於做我們畫廊 是一種人 是很creative的 你覺不覺得 覺得 因為其實沒有人告訴我們 我們明天做什麼展覽 我會遇到這麼多藝術家 包括你 你會選誰 其實都是你自己的決定 等於藝術家的創作 都是很過人化的 是靠他的思想去決定 畫廊的創作 也是很過人化 很靠畫廊的老闆 沒錯 去給予一個方向 對 所以我覺得 其實畫廊的老闆 和藝術家應該是一種人 只不過大家工作不同 他去做創作 我去做推廣 但我覺得他會欣賞 我們肯跟我們 不只是說career 是不是賣到畫給錢 我覺得他是想找知音 想找百樂 因為好的知音百樂 其實不是說我給錢 我賣到 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自己覺得 很多藝術家 當作創作時有點痛苦 因為他閉門造居 他很多時候就很想找一個 懂他的人 而且不是懂一般 而且也不只是懂市場 他覺得你來看看 會不會給一些意見 我是不是走左一點 走右一點 不是說你要干擾他創作 但他真的需要找人談 有時候家人雖然說很親 但未必是我們這行 這麼浸淫 這麼深 我覺得跟藝術家 你拉到他的心 只有兩件事 就是你真的要欣賞他 他覺得你懂他的創作 沒錯 我覺得藝術家也很辛苦 他不知道市場 但我覺得好的藝術家 其實花在創作時間 一定要很多 因為如果他又要顧市場 又要顧市場 又要顧市場 我想人就沒有兩隻腳 而且看得出的 在作品和思路上看得出 沒錯 所以比較上是純學術性的藝術家 其實市場是沒有那麼好的 他很靠我們 我想我是不如這樣說 我選一些藝術家 他就很100%放了心機在創作 他就把市場推廣 所有實際的東西交給我 我想我是一個很好的經理人 現在也不是畫廊 我想很多時候我都不太計較 我舉個例子 你唯一有美術館展覽 其實都不是來找我 是找他 但是他已經是通過以前的畫廊 賣完作品 或者經過我們賣 其實藝術家是沒有能力去借作品 所以其實很多 就算可以去做回顧展 但是其實一個藝術家 是沒有這樣的能力 是很需要一個所謂的經理人 去幫他方方面面 去由文獻的貢獻 怎樣去借畫 所有support 其實是我們在背後支持他 所以你說那個 真的那個關係 不是說你給我畫 我去買了畫 我給你錢 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其實 當第二個畫廊大過我 國際進來 我覺得那些藝術家 都會 因為純體淺的話 我覺得這個關係 就很快結束 但是 雖然我聽到你說 譬如有一些 museum去找你的藝術家 的時候 你支持吧 但我也知道 有很多藝術家的展覽 在各大美術館 是你去找的 機會 但是這件事 其實對一個 做開畫廊 和一個 一個美術館的系統 其實我們一般的人 就會覺得兩個系統很不同 其實中間有沒有些什麼 巧妙 或者 可能或者我是入行 所以 認識人比較多 譬如在海外 我也認識很多策展人 其實他們都在找項目 很多時候 我想我會做一件事 就是我做介紹 如果我認識了一個很好的策展人 我想我會帶他去 我自己的工作室 或者送一些書 我們編的書給他 我覺得所有的策展人 他有他的思路 就不是我們可以去干擾他做什麼 其實好的藝術家 真的有學術性的藝術家 他一定會吸引策展人 我想我只是把他們介紹到 之後 我想兩個會有化學作用 好了 但當一個策展人有興趣的時候 他就會提出 他想去做一個什麼展覽 在這個時候 就是我們的功能 就是怎樣可以幫藝術家 把以前的所有的文獻作品 可以找到給他擦展人 所以擦展人就很順利地去做他的擦展工作 為什麼你說我們這些藝術家 讀這麼多上美術館 其實每一個美術館 我都看到 是對藝術家有很大的挑戰 就是等於你今天訪問我 其實我很緊張 不覺得 但你知不知每一個 再review自己的所謂創作過程 第一他很激動 是 第二對於來說也是review 就是review自己 第三 我覺得 亦都是給了他最大的刺激 就是什麼呢 更加要做好一點 因為這麼多人認識他 要製造這麼大的殿堂 我覺得他的努力 等於你給了他那個bar 還可以調高 我覺得有能力的藝術家 是需要這個動力 有這個動力 還有一個推動性 還有好像 如果簡單點說 就好像有你進去他的書房 幫他整理好他的東西 還幫他記錄好了 變得 我也是在你身上談了很久 更加了解 加上文獻 我一個藝術家 還有他留一個完整文獻的重要性 至今 Hareta 是一個Digital的世界 都不要說出書 例如我自己很喜歡看Dogamangry 看西方的藝術家 譬如我買一本書 我並不太明白 但我現在發覺西方做得非常好 你可以坐在這裏一個小時 去介紹他的Live Story 他可以說他的一生 他的創作的淵源 inspiration 點點滴滴 我覺得是三圍的去了解 我覺得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年代 藝術家做不到 其實是要我們 尤其我想是他的所謂畫郎 和他一起相處 他最信任的一個拍檔 真的要跟他做 明白 我們說了這麼久 其實都想說一下將來 因為現在我們其實就 在這裏都沒有辦法了 餐廳、酒樓、酒吧 或者各種的生意行業 都暫時好像來一個pause 包括我們藝術界 都好像進入了一個比較寒冬的期 包括藝術家、我們畫郎 或者甚至乎 我想很多其他的institution 他們都會因為政府都要 呼籲他們關門 那我就想問 你覺得 即是接下來 當這個COVID-19 完了之後 我們香港 那個 對於我們的position 我們香港的地位 在這個藝術界 在一個art hub 或者我們還有沒有優勢呢 還有你覺得我們香港 譬如我們香港的畫郎 將來的 role 會有什麼改變呢 可能 不要緊的 大家都是探討一下 其實Harrietta 如果你問我 29年的信心 我相信你都記得 我們中間 有人說 新加坡可能是作為 亞洲的art center 也有人說 上海、北京 我想中國都嘗試得 都很積極的 有一點我覺得 香港是永遠有的優勢 第一 我們一國兩制 我們的司法 我們的logistic的完善 第三 香港的財務 和稅 我覺得這件事 在整個亞洲 我不覺得 到今天 除非我中國明天有改變 是 如果他們不改變的 我都看不到 哪個城市 是比我們香港更有活力 更自由 我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 我都聽中國藝術家說 在中國 如果你要很自由表達 你都要小心鼻鼻 沒錯 在這裡 你看我們M Plus 他收中國當代 這麼大批作品 去反映中國當時的 所謂政府問題 但我們都是很自由的 所以我覺得 在香港 其實真的是一個 對國際的窗口 而又是所有 可以吸引到人才來的 如果我們是保持自由 和我們延遲的制度 所以你看到這幾年 很多國際話論都試過 北京上位 最後都是來香港下腳 帕晚航也是 以香港為亞洲的中心 即中心 即中心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問我一句 今次的疫情 疫情 是我29年沒見過 是最大的海嘯 但今次我覺得 還不是所謂的疫情 你不要忘記 我們之前還有一個民運問題 社運 都九個月了 十個月 但疫情之後 我相信我們香港的 所謂的民運 社運 社運 都未必完結 再加上 我覺得 經濟 我想今次 還不是香港的經濟首創 是全世界 大環境 全球 我想在經濟首創下 其實最怕 背得很多人失業 一片蕭條 沒錯 這會影響 我想在文化裡面 經濟不好的時候 文化的市場 我都覺得會低迷 所以你問我 我就準備兩年 這兩年 肯定不是一個 我們對我們 尤其熱界 是容易過的日子 至少是2022 才有機會 回到我們之前的情況 可能 怎麼說呢 我都看到熱界 非常靈活 現在開始有 Digital的Online 一下子出了很多 Online買東西 還有 Garry的Virtual Exhibition 我都覺得 其實人類很有趣 永遠都有個智慧 就是當你這條水去不到之後 它自然就會有第二個水 它會創造另一條 channel給自己去走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保持自己樂觀 當然我們的成本要控制 沒錯 控制成本 第三 我相信 其實還可以在一個時候 尋思一下 到底我們 我們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夠好 比如我自己經常都這麼說 做了29年 我就天天在思考 我其實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夠完善 我有什麼地方可以趁這個時候 可以再去增進 自我增值 自我增值 我來和你坐在這裏的Live 我來和你學習 不是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吸取到你的經驗 貴小姐 同一時間 因為地域性的限制 剛才你說 是的 包括我們自己 現在正在做直播 我們都 方柔都是 Aura Aura 都是積極發展我們的線上 就是online的一個平台 有個年輕人 都想問你 其實都看到現在很多art event 都 go online 有online viewing room online show 有online auction 各種各樣的潮流 你覺得這一個潮流 在一個長遠來說 會不會取代到一個實體畫廊的業務 你覺得 我又沒有覺得馬上 因為我覺得 你不如再說 再說 其實我覺得這五年都很大轉變 我們的全世界art fair 很 popular 畫廊又多 我覺得和現在的現代人喜歡trouble 亦都和年輕一輩 我想拿著手機和電腦 可以知道全世界的資訊 我覺得其實實體的零售店 不只是說我們畫廊 其實應該有很大的改變 因為這次 以前你很依賴 一定要開門市很漂亮 商搜得很漂亮 那些人才會來買 但我覺得 經過這個疫情 甚至我自己 我現在都學會了網上買東西 因為這個疫情 所以我都必須要學習 沒錯 譬如Soon 很多IT 我覺得其實是改變的 這是一定的 因為我們 大家都會用好幾個月 可能之後就成為了習慣 但我覺得 它不會取代到 譬如你去fair 因為有些人還是很喜歡去看實體 或者畫廊不需要開得很富貴 加很多租 但如果你的客人說 我真的有興趣 我想看實體 其實你也要有個空間 可以讓他去看實體 所以我又不覺得全實體叫做滅亡 但只不過我想 是畫廊會有個想法熱界 到底我要放多少資源 在實際的空間 還是共享空間 或者一半是online 一半是看你的投放 我覺得會有改變 我也覺得大家真的會放很多時間 心機去研究一下這方面的能力 是的 很多年輕人 其實我想說 有另一個原因 我來探望Kathryn 都是因為我們大家都好像很民主 問問朋友 問朋友的子女 問同事 問委員 我發覺很多年輕朋友都很想跟你聊天 剛才已經有得著 聊了那麼多 但他們也有一條問題 就是經過現在的情況 剛才我們也描述了 但還有很多人很愛藝術 還有他讀了很多年書 都是想著晉身藝術行政的工作 或者藝術管理 包括我們營運一個畫廊 你對這群年輕人有什麼啟發 或者有什麼提議 其實Harrietta 我很多客戶的子女 都在讀藝術歷史或藝術 所以其實時時也有說 你可以和我的子女交流一下 我發覺其實我很開心 因為現在我發覺幾乎每一個 包括中產上產也好 家庭其實喜歡藝術文化是很厲害的 所以其中可能會有一個 一家人裏面有一個是讀這些 我覺得所以剛才回應你 我不覺得我們香港的文化會衰落 我覺得有年輕一班 他們都不知得上 而且我們接下來有Empress開幕 有Museum Market重裝修 其實我們所謂的 就算是institute ecosystem 其實我們越來越好 所以我覺得只要在這個時候 捱一捱 但對年輕人我只是這樣說 我覺得很多時候是 第一 譬如說我一提和他們聊天 我覺得就算你說你進行 其實你要問自己你想做些什麼 多些是跟一些senior的交流 有些什麼職位 還有有些整個ecosystem 是包括了些什麼 才了解了 到底你是選Museum做 還是選畫廊 還是因為很不同 或者是foundation 所以如果你知道自己裏面 真的了解了它的結構 它的方向 你定了一個位置 譬如說我喜歡做researcher的 或者我喜歡做creator的 我想你就真的要想想 你就要多些看展覽 還有你應該讀一些編 因為藝術有很多movement 剛才你也說 你因為中國當代太貴 你就做了所謂的畫廊 是深海水脈的 就是差不多騎手了 變成了畫廊 挺好的 有一個很清楚的方向 我這樣說 其實條條大路通羅馬 當然中間有些路就快些 有些路就彎彎曲曲 但是我覺得認清的方向 是有一個目標 是對一個年輕人很重要 但怕就怕什麼 很多年輕人會這樣 我這裡試一下 那裡試一下 這裡又做一下 但其實每一個工作 要做得好 確是需要耐性時間和累積的 還有堅持 我覺得最重要不要跳得太多 不要跳得太多 你可以給自己 頭三年四年 但你真的要問自己 什麼東西 是令你做事的時候 你最有興趣 因為我覺得你喜歡一件事 你會投入的 你辛苦一點也不會說 這個就是我29年 我自己的心力過程 我覺得如果我純粹說 我每一年要賺多少錢 我這盤生意可以帶給我多少好處 我肯定很快樂 一個難關我就不想做 但因為我真的是愛這行 還有我自己的每一天 我在享受 我看一本書 我去跟一個藝術家聊天 跟客人交流 這些都是一些 就是生活上的喜悅 我覺得其實 如果你說年輕人 我覺得現在 經濟不同於我們以前 其實如果是獨特文化的 不過真的要想想 你覺得他想在那一行 想 achieve 什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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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